但這隻遊戲一定是抽獻紅的,我下個賽季會抽獻紅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留意我的頻道 介紹回S7賽季的更新介紹 如果大家應該都知道,S7有自選劇本特色 S6賽季以及進入PK賽季前,在賽季結算之後會開啟劇本報名的功能 到時可以報名,大家可以選擇 挑戰或者普通劇本 挑戰劇本就是200人對決的,即是以200個為單位打的 而普通劇本就是大家這麼多季來打的模式 好,基本報名又類似這樣,到時結算之後就可以報名了 那暫時大家應該都很想問我決定是怎樣 也都收到,我們10伏是收到打韓仔的消息 但是呢,因為今季和13伏打得很激烈 我就不知道究竟到時候的狀況是想休息一下 如果想休息一下呢,我就打挑戰的,即是以200人那個,輕鬆一點 那如果我想去進去的,那就打韓仔吧 這個暫時還沒決定,讓我考慮多一點時間 好,然後這個就是可以選擇的劇本介紹 那麼,英雄露泳就是S1-S3的地圖 不過太久之前了,你們應該不太記得了 主要是西梁、巴蜀、京楚、江東、山東、河北 就攻去諾陽 那記得啦,攻去諾陽就拿白炎 之後那個就是S4的賽季 群雄角巨 群雄角巨 馬騰、袁少、劉備、Kickrack 總之有幾個勢力這樣打的 大家應該都有印象了吧,S4 然後是S5,天下爭風 天下爭風開始就不是這麼多勢力了 就是曹操打孫柳聯盟 之後就是赤壁 我覺得赤壁跟天下爭風是很接近的劇本 但是赤壁就加了一個叫水戰 玩船 但如果比起我覺得我會比較喜歡天下爭風 因為玩船的節奏拖得有點慢 那有普通模式和挑戰模式 普通模式只可以玩群雄和赤壁 我相信普通都是玩群雄的 還玩赤壁 我們剛剛才打完赤壁 對了,群雄就是這個 群雄角巨 六個勢力各有特色的 我記得還有寶物的 各自的兵種寶物 馬騰是有衝鋒的,我沒有記錯 記得是那個櫃 都不錯的,OK的 而挑戰呢就有露泳和天娜 這兩個模式我都OK的 露泳和天娜都OK的 好,接下來是這個特色 現在暫時的焦點 台廣澳對韓服超級剛 超級幹 剛剛類似我們十伏打完六十三伏 又要去打韓服 其實挺辛苦的 我之前也有說過打完六十三伏 現在還有確實的武將 確實的全身武將 確實的全身武將 曹操的幕僚 曹操的幕僚 蠟寵 蠟寵這個字我是 現在真的在這個遊戲中 我才是第一個字 之前我不知道 什麼司馬爾 張飛、趙雲 我真的知道 蠟寵我真的 這次在三個節戰略宴 我才聽過這個名字 叫蠟寵 蠟寵這個我都知道 蠟寵有很多三角遊戲都有的 蠟寵 但是蠟寵我真的第一次聽過 我沒什麼留意到 這隻蠟寵 但是這隻蠟寵一定是抽蠟寵的 我下個賽季 會出去抽蠟寵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留意我頻道 好 之後新增的事件戰法大家記住 激奇墮龜 激奇墮龜 對面條件是夏厚淵 王中和法正 大家記得留下這三隻 另外一個缺水 潰城 就是蠟寵 蠟寵 蠟寵 高順 和順獻 之後再講一個關於直爆模式的東西 另外也沒什麼特別 好 那這個XS的採用介紹就到這裡 如果我有最新的去向通知 我會再跟大家講 多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